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月份的最後一天 星期二下午4點09分 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升到中文電台奉星期二下午的 健康大數據 我是Rainy 今天有幸邀請到的嘉賓主持 依然是聽著朋友很熟悉的趙博士 在今天我們的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們和趙博士要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子女和父母之間的溝通 即是這種溝通的方式方法的問題 是越來越彰顯出來的 其實大家看到有很多家庭當中 子女和父母的溝通 不是那麼順暢 甚至有時候會煽成水火 很容易 但是三句兩句說不完 就開始出現紛爭 為人父母當然希望 這個子女孝順 乖巧聽話 但是一代人一代人之間 有一些溝通的方法 若果不是 兩代人之間的 代溝就會越來越大 其實 對於家裡有小朋友的父母來說 在與子女的溝通過程中 應該注重些什麼呢 有請 邵博士 上個禮拜我們說憑著愛 今個禮拜我們就憑一些道理 今天阿朗說一下 罵人 罵小朋友 究竟有沒有用 究竟為什麼要罵小朋友 因為你以為 聽了誰說 罵他會聽話些 不罵他不行 甚至以前 打 是不是 Rainey 有句俗語叫什麼 叫君棒之下出孝子 對了 為什麼我們形成到 由打變成 打不太好 大家都開始明白這件事 但仍然會罵 而罵 打算得出什麼效果 今天講一下研究 你知不知道罵一個人 會令他們 首先都很害怕 罵他的用途 也希望他會害怕些 如果他害怕那一刻 究竟他的腦和心 可不可以同一時間做 你想他做的事 有沒有事被罵過 在那一刻害怕 怕是學不到東西 所以如果罵他 快點做功課 快點做 怎樣做 因為他 他正在想你 如何快點做功課 快點吃飯 他都直接想不到 他就知道快點吃 你罵是有個 當然罵是想他好 但問題就是罵 如果最後結果不好 聽不到精神緊張 那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除了精神緊張 之後那個關係不好的時候 這樣就是被罵那個 總是會覺得很不舒服 即是覺得自己的價值 甚至被影響了 那是真的不太好 那究竟為什麼還要罵呢 為什麼這樣罵呢 就是因為我們進了腦裡 就是說罵是有用的 就好像以前 再以前一些是打是有用的 但是知道打是沒有用的 打會弄傷或者打是沒有效果 那你罵如果還是沒有效果 那 那 甚至他看到你好像 好像一個 就是人家打釘那個 那做被罵的就是釘了 那見到那個 那個取 他就知道你會打下來 那所以 罵呢 其實是會傷感情 還有會影響 但是可能未必傷到他那一刻 都已經沒有效果 這個不知道今天談這件事 有沒有效對大家去罵人這件事 但是呢 為什麼這麼久以來 都還是有人罵人呢 那我們今天就進去那個題目 就是更加明白一下 為什麼用道理啊 為什麼罵呢 是會傷造罵那個人的身體 罵人呢 是會搞到呢 有長期痛的 那如果長期痛呢 還會罵多些了之後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明白到這一點呢 就可能未必想罵 即是說罵呢 是有correlation 關於風濕的 這個 這個很重要 那另外呢 就是被罵那個呢 就不會有風濕 被罵那個會精神緊張 可能有機會抑鬱 甚至呢 同期和你和之間被罵 和罵那個 那個 interpersonal的問題 那個感情的問題 好了 另外呢 就是呢 如果罵人的時候呢 會生產一些 叫做stress hormone 就是壓力的 抑壓的荷爾蒙呢 那麼呢 罵得久呢 是會影響心臟的 很多研究看到就是說 當你罵呢 可以罵得多呢 那人罵得多 周圍都罵呢 可以罵到他 連樣子都變成了 那麼呢 最慘就是 除了樣子變 那些肌肉在樣子裡變 那些肌肉在樣子裡變 還有連心臟的肌肉都變成了 那麼呢 那除了那裡 還有血管那些肌肉都變成了 那麼所以心臟病 還有中風呢 這些呢 全部呢 都會被 做一個罵人的人 有影響 影響到自己的身體 那麼究竟那個倍數是怎樣呢 美國做過一個研究 四千多人 差不多 那麼就在五十個不同的醫學所裡 看到是會有200% 在兩個小時內 加200% 兩倍心臟病發的機會 在兩個小時罵人的時候 在兩個小時內 那兩個小時內 可以有心臟病發 然後那個人 就 以後都不需要罵人了 如果你有兴趣去骂人那些 你听完之后 希望这个数据可以改了你如何处理 去跟对方沟通 还有再想想 香港飞虎队或者甚至 美国的FBI 当有恐怖分子或者谁劫了一些人 然后他就说 我就有要求你做这几样东西 然后如果他说 跟他骂起来 跟他骂起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他就 逐个逐个 把那些人骂 所以 连FBI和飞虎队都不可以用骂这种方法 你说 除了伤害你的心 伤害你的身 那骂来做什么呢 骂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如果他骂起来的话 那骂手就似得其反了 没错 还有呢 骂人那些还可以有什么其他问题会出现呢 以及被骂那个 很多时候骂和被骂 都会有些肠胃稍微没那么好 可能会肚瘦肚痛 肚不舒服 骂那个和被骂 大家都会有这一样东西 这个是Mayo Clinic里面 看到的研究 还有 人和人之间 当然是说 舒服和感情 笑呀 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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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骂 骂通常都不是很适合的 还有 看你怎么骂 骂了很多种的 如果你想 拿一些 就是 拿一些 感情来骂 譬如 如果两夫妇骂 骂起我 一骂起就说 我现在要和你离婚 是不是 你下次呢 跟着之后又没有离婚呢 下次有 你看看我和你离婚 然后呢 你又不和他离婚呢 骂骂下可能没有效 是不是 Rainey 你觉得是不是 大家都疲惫了 已经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 已经是 讲一下 对了 大家的内受性 面皮越来越厚 没错 对呀 因为你被他这样骂 开始骂都很害怕 害怕完之后 发现原来没什么 所以为什么形成 以前要打 因为你看 骂没用 就打 不过了 只是骂已经没用了 对了 以前那一代就再激发一点 就是会说 对上两代 就想着打 为什么会后来不打呢 由打变少了打 因为发现打没什么效 还有被打的那些已经大过了 发现这种东西 打不赢了 错 是对了 所以 为什么会变了 但是现在多了研究 真的表现出来 就说 对呀 真的骂不要用 当你用这些角度去看 你就会看得很熟 就会知道 原来真的 不宜就是 真的膀上爱 真的去疏 真的去解释 真是用道理 但是最终都是 受骂那个 没有被你骂到 但是他自己的心里面 要懂得去改 他自己要知道那个道理 所以一定是最后 是讲那个资讯 和那个道理 为什么 那件事有问题 然后大家沟通 不要让对方不告诉你 因为可能他觉得 真的没问题 所以下一次又再做多一次 或者他很想 但是如果你可以 真的和他坐下 去和他谈 真的要花时间 这些事 没得 然后就去到 还有骂那个人 有什么问题 就是原来 睡眠都有影响的 睡眠呢 你想想你做骂人那个 说你的睡眠质素 影响差了 因为你现在在想 就是 哎呀 不知道对方怎样 骂成他 不知道骂得够不够呢 够不够激呢 够不够多呢 跟着 然后骂着骂着 真的影响自己 影响自己的睡眠质素 所以 影响睡眠质素 就是做骂那个 被骂那个 又是被你影响 睡眠质素 因为 现在在想 想着就说 怎么办呢 对方又骂我了 又骂了 没有反应 又是有问题 有反应 又是有问题 所以 其实 到骂 受骂那个 大家都不好受 不要做这些事情 是的 四个字 四个字的诚语 连在一起 八个字 有两个 叫 晓之以晴 动之以理 我们第一支节目 先到这里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请赵博士 和大家介绍 上个星期我试过做这些事情 拉下了个广告 然后 随着说 但就令自己 挺精神紧张的 因为我都可以休息一下 想想下一节 说什么 其实下一节 我会说 关于 某些食物 会令到我们 骂人多了 你想想 刚才说 千万不要骂人 但某些食物 会真是令你 不舒服到 想找人来骂 哇 这样就很疯了 真是 你想想 高糖分的东西 会不会让你 会不会被你骂人呢 一定会 高糖分 是 特别如果你是 比如已经有了糖尿病 或者有傾向对糖尿 那当然不舒服 不舒服的时候 有人哪个踩到你的尾 你当然是 撑在他来骂 所以变成了这个 这个就 不要令我精神紧张 要不然 我变成了骂出来 不是说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做这个 这个cut 广告 我希望 有几个 跟我说 可不可以不听 对方的广告 你们明白多一下 我可能 将来未必会做到这种东西 因为 因为这样是 很多东西要做的 你 享受一下广告 多谢下 这些赞助 是不是 那就变成了我们 仍然都有华人 那个 那个 我们这个节目 如果我们没有了 这些赞助 那就变成了 电台都不在这 那怎么听 用回一个 平心静气 开心的角度看 下回来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 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 健康密码 四点二十三分 回到今天第二节的健康大数据 正是赵博士又跟大家说了 做骂人那个或者被骂的那个其实都不是一个挺好的角色 其实有很大损失的 不过也有听众朋友说 我和我子女沟通 我好好地 很有耐性地跟你说一个道理 他根本就不听我之嘴 直接阿邦叫狗越叫越走 不然就不抽不裁 根本不给任何 feedback给我 我根本跟他沟通不了 所以我就音量大越来越大 然后就讲话越来越难听 那我都没得选择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问题上面 一向父母和子女的这种交流 这种探讨 是一个人类 只要人类在这里 人性上面就会探讨的一个问题来的 那赵博士怎么看呢 其实家长其实觉得自己付出了一些 我不是一来就大声学他的 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我也都被他发现 我发现我每次都没有任何的反馈 每次他都不给好好的反应 所以我越来越生气就越来越大声 是 那怎么办 对了 这个很对 因为其实对方的面皮只不过越来越厚 骂都说了没用 刚才说了没用的时候 你说有跟他坐下去谈 有有谈你讲的 他听的 面皮都是厚的 他根本就不服那件事 或者他根本就不明白那件事 说了不代表明了 那 譬如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有人骂 骂了 他说 这个电台 做什么这么多广告的 这样骂了 然后就在我 我的post那里 问我 可不可以 剪掉那些广告 变成了 大家有时候 为什么会有骂的心态 或者甚至不听 或者只是说人 当然已经很骂了 得少少时间 都花了来教你 当我告诉小朋友 我教你 但是小朋友的角度就说 你得少了时间 你都没有跟我去 打游戏机呀 玩呀 聊天 你就除了用着你的电话 和其他人沟通 然后看着我之后 就一直来说我 对方的角度就会这样看 如果我们加多一样东西 就可以 火上加油 怎样呢 就是某些食物 真的会令你 扯火 扯得快点 想不想撕饼自己吃 那就变了 其中一样东西 都不是食物来的 是盐份 高盐份 大家吃咸些 就会骂人的 变了本来不骂 现在是 你觉不觉得好像有点气 即那些hypertension 那些血压 多了盐份 是会这样的 多了糖份 又会怎样呢 如果有糖尿病 倾向的 又是会骂人的 所以吃完蛋糕之后 小心点 因为 那个人是会不舒服 如果又有糖又有盐 你知道有些食物 两样都放的 因为太甜 不能加一些咸 这样 就骂定了 还有 番茄 番茄 是属于一个 叫做骂人的 骂人的菜 它是会 令到你整个身体 热一点 所以 酸素又高 吃了它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番茄和骂人 你就会见到 这些 资讯 还有 如果刚好口有非知 哇 已经很不开心 或者某些东西令你 啥 有个非知在口中 更加会骂人的 还有痛 就是 脚痛 肩膀痛 那又会 还有些什么 原来 早上上班那些 经常喝咖啡 会令到你骂人的 所以咖啡又是会骂人的 食味精 又会颈到有头痛 或者有些制成食品 会有些化学成分里面 又有偏了 又是会 倾向骂人 好骂的 那些东西 你不要 不要踩到尾 但踩到尾 就来的了 就希望记得 今天记得 这件事就是 骂 是对自己 身体更加不好 还有 受害者 被骂的 只会面皮厚 下次 骂都没什么效的 所以 最好就不好 那还有什么会令你骂 除了糖分 盐分 番茄 就是现在 如果住在东岸这边 在美国东岸 现在是很多花粉的 花粉症 都没曾骂完之后 又黑痴 黑痴 又有个骂 流了鼻水 真的好想骂 鼻又痕了 所以 个人 眼痕 鼻痕 鼻水 怎样忍 所以 就是 Ellergy 过敏 是会令你有沉满 其他的过敏 是会令你骂人多些 整个人有炎症 炎症就会了 还有些什么 原来吃菠菜都会骂人的 菠菜为何会骂人 这个就特别了 因为菠菜又不是咸 又不是甜 西洋菜都会的 西洋菜不是凉的吗 但是 但是好看你是 对西洋菜的反应 有一个成分 叫做草酸 这个草酸 如果 未有广告之前 我们就可以慢慢讲草酸 如果不是 我们就等到广告回来 才再讲草酸 因为有很多东西 OK 好 我们现在 时间刚刚答半 我们稍后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听赵博士讲讲 关于草酸的概念 天黑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岛中文电台 你不正收听的是 星岛中文电台 粤语台 曼春派抽油烟机 效盛 大吸力 效盛 超静音 效盛 试用出租抽油烟机首选 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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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282-0172 628-282-0172 上星期我去金山灵源殡仪馆 参加老网告别仪式 他们最适合华人风俗 服务周到 环境摆设都是一流 可惜我父母已经买了另一间的殡仪月购服务 不是我都想在金山办理 没问题 根据加州法例 你可以转换到任何一间办理 有很多人都转换了 只要简单签个名授权 金山就可以全部办妥 金山无原殡仪馆在KOMA 电话650-757-5566 757-5566 这段时间都不知道行什么 坏运 什么事这么严重 那儿子经常咳 媳妇又经常鼻疾疾 孙女又经常周身痕 手手脚脚腫了起身 还红了 你又没有去看医生啊 当然有去啦 医生就只是开了敏感药给他们吃 也没什么用的 病情都没有好过 这些病情这么像我上个星期看那篇 煤沸文章的内容的 他们说这些可能是感染煤滚的症状来的 你家里有没有试过发生漏水 或者水浸屋呢 那我留孔子有啊 今年一月份那次大气河风暴啦 暗风暗雨 屋顶又漏水 瘡框又浸水 大地板还湿了 但是我一早弄好了的 那你有没有烧煤完才弄啊 那又没有啊 嘿那你家屋就有机会发煤啦 快点找MyPL & Filomen 环节性公司啦 他们的专业服务一定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快点去星岛 摸摸打网站登记啦 记住是www.moiremallda.com 或者打电话650-808-8884 权威资讯生活助手 星岛日报发行遍布湾区每个角落 销售网络更广 资讯更强大 总在你身边 你可以在湾区以下连锁店 零售店购买到星岛日报 7-11 CVS Larkis Safeway Walgreens 长程查询及订簿 请致电发行步650-808-8866 650-808-8866 嘉宇天国 精彩门分 交通登报 专门城市节奏 星期一至五 日落逍遥 三uh max 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 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灰大数据资讯 回到今天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剛才趙博士說到一個草酸的概念 Vaney先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說 草酸和葉酸不是一回事 大家千萬不要搞亂了 葉酸是一種維他命來的 但是草酸就不是了 剛才趙博士又說到菠菜裡面的草酸 接下來繼續有請趙博士和我們一起 發放一些諮詢給我們 關於草酸對我們的影響有什麼 沒錯,草酸不是葉酸 草酸英文叫Oxalic Acid 當你吃菠菜的時候特別生吃 當然覺得牙齒有層野在上面 很稠的感覺 當然有些方法令到少一些草酸 這個就是煮的菠菜 讓水沖走了有部份的草酸 之後才再放下去炒炒 這樣就可以減低草酸 如果你是用滾水煮的那一刻 當然可能蔬菜會軟了 但如果你是沒那麼熱的 你在那個過程裏面 之後再燒它就會減低草酸 減低草酸有些菠菜是比較少的 再加上一些用水煮的技術 再放下去炒炒它 兜兜它就可以減低草酸 草酸會令一個人怎樣呢 正常如果很健康 像小朋友Style 那就沒有什麼不會有很大影響 但是 但是草酸是會叫做一種 是一種anti-nutrient來的 某些菜是不想你吃它 所以它會有這種草酸在裏面 草酸你的身體完全一點好處都沒有 沒有好處好像罵人一樣 完全沒有好處的 不過罵人為何罵呢 因為總是覺得舒服 暫時釋放了舒服一點 吃菠菜為何會暫時好一點呢 因為你會覺得 好像以前小時候有個卡通 但歷史都是吃菠菜 菠菜又會很健康的 這是純粹某一個角度去看的 當你今天聽完草酸在菠菜 影響了身體有什麼情況影響呢 除了罵人呢 就是可以令到如果腎不好 肌肉不好可以有腎石 特別那些已經在吃丐片的人 如果你手上吃菠菜 很大機會就會製成一些腎石 所以這個草酸 好看你怎樣處理和煮的菠菜 但是就不要經常吃了 菠菜是一個很高很高 很多種菜的草酸是特別高的 西洋菜就有草酸的一半 所以又不是太厲害 但是是有的含有在裡面的 沒有太厲害 會令到牙齒覺得很稠 沒有這個 但是西洋菜是有 如果草酸我用回每100克 有1300mg 西洋菜是690mg 所以是差不多一半 還有一些什麼呢 就連那些 平時別人喝菊花 菊花也很高草酸的 但是就少過西洋菜少少 所以都再少一些 但是菠菜就最多了 大家明白了這一樣東西 不要吃丐片 或者腎如果不舒服的時候 一吃到會有什麼效果 有些人 草酸膏會痛到連眼睛都會刺激 如果眼睛都會刺激 就知道那個份量已經是 去到少少的都影響你了 所以你就不要吃那些菠菜 至少你現在明白了 草酸是只有害沒有好處的東西 洗走它就最好 但是它要少少熱的水 就不用去到滾了 才會令到那些草酸走出來 要不然它就含了一些葉 你用水洗都可以 你一定要煮就一下才行 但是要不需要煮至熟透得倒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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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ht 那就不用去到 那就要靠少技巧 我们刚才iba罵人 原來当你不舒服 有炎症 草酸是会令到你會有炎症的 草酸亦會减低 可以吸收其他抗物 難怪罵人 你缺營養 再加上不舒服, 再加上全身都是炎症 吃完西洋菜会这样的 还有, 有些叫做隔夜菜的西洋菜 隔夜了, 就会用微波罗庆 都听过我说的, 微波罗庆千万不要烦西芹 千万不要烦西洋菜 因为它会变成有high nitrate 接着有机会变成nitrite 接着就会有cancer 这个又要避免 隔夜菜也是会 如果你用西洋菜隔夜了, 它会多了机会变成 所以大家明白这一样东西 西洋菜要小心点, 除了烦它也不好 用微波罗庆也不好 还有生吃更加不好 因为全部的草村都存在 如果你知道了 你是会 是会平时骂人 你就要避免些东西 连些马拉糕也要弄得不同 因为那些甜奶 其他那些煮法 因为我看过几个烹饪的方式 去做这些马拉糕 都会令人多了倾向会骂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用evaporated milk 那你问为什么要用evaporated milk 因为滑一点 但是滑一点 会骂人 所以变成值不值得骂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骂人 不是我们想的 做骂人也不想的 不过他吃了很不舒服 或者自己身体不舒服 那便会骂人 骂人也会伤感情 接着便会有后果 有后患症 所以最好就要自己去看看 那还有什么 知道自己呢 有没有 就是叫做一些盐分 水肿不舒服 就拿个大腿小腿 把手指按一下 如果那些水分 起码是会去水的 那就会好些 如果不是 那么多水分 藏起了脚 那也是会有倾向骂人 因为那个地方很不舒服 所以很多时候 就不舒服 就会骂人 好了 被骂那个之后 会不会骂人 会呀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骂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被骂那个 别想着他不会骂人 他都受了这么多气 将来到他做抗活的时候 他就又骂人了 所以希望这个节目 解释这个骂人 可以让大家 听完之后 学会不要骂人 如果 在听我们节目之前 你心情不太好 以及心里面 一直都想着 那个很抵骂的人 而且你都扎定马 做好了 ready 好 如何骂他 整个计划都已经在心里面 那我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麻烦你全盘 推翻你静化的念头 不是为了救谁 是为了救你自己 为了可以让你自己的身体 不用受到任何的伤害 我觉得 有时候深呼吸几下 走过去太阳底下 看一看蓝天白云 然后想一想 那其实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 是不是非闹不可 我是不是可以用我 自我疗愈一下 听一首好听的音乐 看一看那些微丽的图画 或者是 曾经快乐时光的 自己的想册里面的一些 开心的光音 那些快乐的moment 我们自己开解完自己 你是不是还想骂人呢 可能就已经不同了 以上我说的所有东西 可能只需要用你五分钟的时间 不如我们尝试一下 是吧 赵博士 没错 你想想 如果你再骂人 我们就要骂你 让你不要骂人 对吧 你想想 是没效的 没用的 你一定要知道 但是我接下来就会说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除了食物 有时候我们 听完这个节目 都会骂人呢 你知不知道 只是女士的birth control pill 都是会impact in a negative way 有些data外因会摆出来的 就是 哇 原来有些药物 有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 都会骂人 那还有些什么 心吸空气 想着没有东西 花粉就会有东西了 除了花粉 冒菌 冒菌 冒昧菌 是证实了 是会搞到一个人去倾向骂人的 那还有些什么 还有就是 煞虫水和农药 都会搞到你的 mood 影响 因为它影响你肝 那肝不好 就有肝火 肝火就会火灭眼 就会骂人了 所以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教育的方便 让你用大脑控制自己 就知道 原来骂人只是伤自己 只是伤自己 那就一点都不好 一点都不好 那骂人是干什么呢 不要骂 不要骂 那就用大脑控制整个情况 因为其他内臟是失控的了 肝是失控的 遇到草村也是失控的 所以你说多少东西 是对你自己的身体不利呢 因为它的trigger 就是会倾向骂人 如果在吃不知某几种药 上年纪就有很多药要吃的 你看回有些药 都是会令人骂人的 那这些就是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知识里面 教导自己 不要做 不要做这些东西 做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用的 没有用又要伤感情 然后骂走那些人 还有他在你面前 做给你看 你一走了之后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一定要是对方 由心里面发出 那怎会由心里发出 如果是骂才做的 那他其实根本的心就不服的 不服呢 你干什么浪气 是浪费那些精神 以为自己骂是会 最初是好像很舒服 放冲了出来 但是之后那些细胞 全部都震了 做研究看到的震了 完全失方向的 那些细胞 细胞实方向会发生什么事 不懂得康复 不懂得再正常 你又可以骂人 其实变成用了一把口 来骂回自己的细胞 所以这个呢 这个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OK 好 谢谢赵博士 我们这节节目时间先到这 休息一会去去去广告 稍后回到最后一节 健康大数据 再见 再见 重草城三藩市唐人浮湿阵街 九八号分店 写定四月三十号搬迁 所有货品全部特价出售 一见不留 四月三十号之前 一定要过来看看 电话四一五九八六一八八八 四一五九八六一八八 四一五九八六一八八 治疗失诊 牛皮线 白颠峰有其效 一至两个疗症 可全面清理皮疹 皮线和白发 恢复健康的皮肤和颜色 如果你和家人有皮肤问题 请继续置电资深和预约 四一五九九零四四六八 九九零四四六八 鄭尼安德永恒厨柜柜新章 柜柜石材全新AI多功能概念设计 专政典体规划 新增震荡优惠 全部特价柜柜折高达50% 是50%off 永恒厨柜在14680 电话5109616688 秦岛动人全员 见识美丽童话 2024年青岛亲善小姐竞选 如果你连满15岁 未分有合法身份 并自信自己合乎 亲自美丽标准 正在入到娱乐版 下一位孤面佳例 可能就是你 我们参加了青岛精善小姐选举 在参与很多副头社区活动的时候 不但在谈吐 一看文化交流等 获得学习机会 更增添了自信和舞台经验 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成为青岛亲善小姐 更是一次发现自我的难忘旅程 欢迎你们又来参加这个美丽的成长之旅 青岛亲善小姐奖品包括 三千元奖学金 每月优胜者奖品 色色分纱摄影 人像摄影服务 参加办法详情 请参与青岛日报 2024年青岛亲善小姐竞选 主办《星岛日报》 《星岛日报》 《星岛年》 《星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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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居然有请我们的邮博舅 是 这个最后那一节就很厉害了 你说说完什么食物会令我们生气 又说说生气, 骂人的时候怎样不好 其实最后那一节应该没有东西 因为说完了 除了一件事, 就是骂人之后如何修补 骂人之后, 怎么可以令感情好呢? 第一, 以后就是用哄, 唱首歌 不要那么多自我, 没有那么多ego 不要由骂人的角度 试试与对方沟通 如果你要教自己 你会用什么方法呢? 大家沟通一下 但是比这一件事更重要 就是说, 真的做父母 骂人后, 骂人后, 骂人后 你是要说一句对不起 真的说对不起 如果你假假爹 我下次不是怎么骂你 或者怎样 很随忌 千万不要随忌 因为你既然想大家一段感情好 就是要骂人后 就是要骂人后 就是知道了 听完这一集是不对的 自己也知道是不对的 不用我说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说完之后 等于没有说 是反效果的 所以不要 不要去 不own the guilt 不要去不认 是有问题的 你真的要认这种 然后 要尝试去拿到对方的认同 就是 不是随忌 因为你是想对方 真的知道 这件事 很怪 因为很不传统 但是这些数据 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如果想想感情好 是真的要做所有的事 是让罪方原谅对方的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 随忌 不要vake vake 即是说 随忌 不清楚 要很清楚 对方是很肯定知道 还有 你知道你经常说些什么呢 经常说 就是说以前 说什么 你去拿骂人这件事 拿来说 说回自己 好像人家动督笑 拿自己来说 这样就 什么火 什么不开心都没有了 因为对方知道了 你很认真 所以这个叫做persistent 就是整天很认真 然后就一路去改 如果下次吃错东西 然后很想骂人 大家就说 很想骂人 但是我不会骂出来的 这样 这样就让对方知道 其实在这下里面 如果在第二个 parallel universe里面 你是会骂的 不过现在你不会 这样就 最后那样东西 就是找一个另外一个长者 另外一个叫做大人 那个parent 跟着 然后呢 就看着你 让你不要骂人 骂人就立刻 就是说你不要骂啊 千万不要骂啊 很想骂 都不要骂啊 这个会好像很搞笑 但是其实效果呢 就是去令到 要康复回被骂的人 和骂的人的感情 是要做这些事情的 因为这样呢 就不会有瑕疵了 这样就会多了沟通 沟通呢 就是会这样 那对方就会知道 对啊 因为有时候 对方是 即是叫做 不尽责啊 根本有一种 你都不知道 或者做了些事情 始终都是小朋友 或者小孩子 所以有时候 会是 忘记了的 忘记得不要紧要 提咯 继续提咯 提一下就会记得的了 那这个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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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样做法呢 就会减低大家 之间那些压力 那些stress moment 减低它 多了沟通 多了signal 给对方知道 我本身是会骂你的 跟着有多个长者在 或者有多个人呢 看到这件事 那就大家的感情 就越来越好啊 你说怎样啊 Rainy 对了 中了 那我又觉得 其实 很多时候呢 我们 就是取决于 我们究竟 快乐指数高不高呢 真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 本身呢 这个世界 就是个圆形 你没可能全看完 只不过我们 看到那一面呢 跟别人看到那一面呢 是不同的 滑下手 一个玻璃 看到那一面是光的 那一面是暗的 其实 开心和不开心 真是看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围度 我们的 我们的 脑袋里面 我们的思维 究竟有 多么全方位 如果我们只是由自己的视觉出发 可能这个世界会在你的眼中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 没有办法理解 很简单的 有一个说话 比如说 要是要承罰别人 只不过是 使我们自己的感觉 有没有 不要去懲罰自己 好吗 这个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人 一个 甚至健康的人 他们的一件 很幸福的事 不会说 经常以一种罵 或者是一种折磨自己的方式 去令到这件事 伤害彼此 是的 很有趣 我早几天 你知道 经过隧道 经过不同的东西 美国有个 有件事放在车上 那件事 不知道为什么坏了 我的女儿和老婆 在车上 坏了 但是经过了 然后就说 你件事坏了 就打电话去 打电话去的人说 你记得 他出去的时候 去一个有人的地方 跟他说声就可以了 那我就去有人的地方 然后那个人说 你的ticket在哪里 即是你那个 你入位 哪里入位 我说 没有啊 那个机坏了 哦这样啊 那就满费了 本来收3元 现在收你18元 真人真事啊 那我就 说是这样的 那我就趁那个机会 应该是扯了火的 趁那个机会 还有对方很不开心 很不惊 他说 怎样啊 你不给啊 我说报警了 那就是这样啊 那我就 我就 我就当是一件笑话 那就顺便教一下 那些女儿 那你以后呢 别用心思读一下书啊 如果不是别人留3元 算到你18元 都给不起啊 那我就当是一件事 去教育 就不要扯了火 不要跟他拗一份 因为真的 他可能叫警察的了 就这样啊 不知怎样 但是 不知怎样 对方这么生气 不过不紧要 那我之后就打回去 那家公司那里 还告诉他 有这样的情况 他说 很对不起 你有这样的事 我说不要紧要啊 人生 不是 别人就是我的啦 起码我顶得顺了 你选中了我 那就变成了 看开些 你用一个不同的角度 让你 可以 问题是整天都有的了 是看你怎样处理 那些不开心事的 是吧 对 没错 全 全中啊 好了 谢谢赵博士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 在节目的最后 Renny 都要再跟大家说一声 我们和气生财 家和 万事兴 有时候呢 开架一下自己 想想 有没有更加开心的方法 谢谢赵博士 健康大数据 下星期同样时间 再见 再见 拜拜